母亲偏爱妹妹 上一世她抢先选了与我更契合的铃鲁 而我只能选择还未化形的鲤鱼 没想到铃鲁突然发疯 险些把妹妹撞死 让她沦为门中笑柄 而鲤鱼却获得机缘 成为人人爱戴的锦鲤 妹妹疯了 一刀捅入我腹中 再次睁开眼 看着妹妹毫不犹豫选了鲤鱼 我知道她也重生了 但她不知道 鲤鱼能变锦鲤 并非好运 而是我千辛万苦学来的机缘 宗门中人 成年后会挑选寿夫 每年送路的寿夫 由掌门子女开始 层层踢选 寿夫未来能力的好坏 对契约之人影响很大 一会儿各族小公子进来 你们可要仔细挑选 选中了寿夫 可是一生一世的事 母亲话锋一转 冷力了许多 陈渊 虽然长老说 林路族小公子与你最是契合 但也未必就是最好的 你是姐姐 要让着妹妹 明白吗 我看着母亲正愣 眼前血气还未散去 又对上她威严的眸子 这威严只是对我的 对妹妹 她从来只有温柔宠溺 陈渊 回话 母亲冷声呵斥 我怅然一笑 母亲 你要我回什么 娘亲 林路族小公子就让给姐姐吧 不要为了姚儿跟姐姐吵架 姚儿要李渔族的小公子就好 妹妹抱着李渔 笑得乖巧可爱 母亲顾不上骂我 眉头所起 姚儿 你确定要李渔族小公子 选寿夫可不是闹着玩的 她知道陈游心高气要 选就要最好的 怎么可能放弃林路 而选择李渔 陈游眼中闪过厌恶 她也知道林路比李渔好 上一世她就是选了林路 才差点被撞死 这一世就换姐姐被撞死吧 娘亲 姚儿就要李渔 陈游嘲弄的看了我一眼 似乎早就遇见了我被撞死的结局 她却没想过 要不是她强行让林路进阶 以林路一族的资质 怎么可能进阶失败 以致风魔 李渔在我手中可化身锦里 从不是运气 而是我拼了命给她寻来的机缘 只是这个白眼鱼 我还未死 就用锦里的能力 同我断了契约 若非她将那一丝生机强行抽走 那一道 我定不会身亡 母亲降不过妹妹 转而看向我 你妹妹多懂事 把林路让出来给你 你是姐姐 把林宝分出来一半给你妹妹 李渔一族需要教养 原来她也知道 李渔一族需要教养 我心口闷闷的发疼 前世母亲可从未说过 反而字字句句 是李渔不堪大用 让我把林宝分给陈瑶 原来 她从来也不爱我 无论我选李渔 还是林路 她都不会爱我 既然如此 那我就都不要了 我走向最末尾 抱起无人问津的黑狼 这一世 我要一个中勇狠辣的寿夫 而不是我还未死 就同旁人缔结契约的白眼鱼 我抱着黑狼 声音冷清 母亲 妹妹挑胜的 我也不要 林宝 我不分 你以前都知道分你妹妹一半的 是谁教坏了你 不知姐妹有爱 我抬起在她面前 一直低垂的头 向来温和的眼 此时多了灵力 是你呀 母亲 是她用我的命告诉我 所谓血缘轻易 不过如此 陈渊 你别后悔 以后李渔一定会变成锦李 娘 姚儿孝敬您 我抱着黑狼大不离去 身后传来妹妹的挑衅声 我置之不理 等着看吧 没了我作冤大头 他们只怕要结一缩时 才能供养李渔 没有好的领保供应 李渔能脱离水面也是不易 就算有机缘 他也没机会拿 回到屋中 光球引入眉心的瞬间 黑狼一抖浑身毛发 化形成一个英俊男子 他迎绿色毛子深深盯着我 那一刻 我几乎忘却呼吸 早知道他这么帅 上一世我就把他抱回家了 你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 掩饰我对他的图谋不轨 黑狼咪了咪毛子 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气 更帅了 这忧郁又带着屁腻一切的气质 真的是我能驾驭的吗 别动 黑狼突然凑近 我连呼吸都不由屏住 我们狼族一生只选一个伴侣 同生共死 我要把你深深记住 永远不忘 那你要记得认真一些 我把他扑倒在床 黑狼一族果然个个身体强健 手感实在是好 你 你做什么 少年脸上猛然红了 头顶兽耳也露出来 一抖一抖的 我斜笑着掐住他的兽耳 叫娘子 娘子 他飞快叫了一声 砰 一下又变成了小黑狼的模样 我大笑着把脸埋在他胸前毛发中 他开始还推我两下 也不舍得用力 生怕伤了我 我偏不起来 他见推不开 一仰头直接摆烂了 以前我只听说过 黑狼一族是最忠于伴侣的 没想到竟然这么像 瞧着他很利 脾气竟是如此好 上一世 我选了鲤鱼 哄了几日才肯签订契约 那个白眼鱼脾气极其不好 又很娇气 陈瑶可没那么好的脾气哄他 不知道两人怎么相处 想到这儿 我越发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抱着黑狼又蹭了两下 恨不得今儿就蹭吐他 啊 随着一声尖叫 外面轰隆一声 妹妹的小屋他了 鲤鱼还在他小屋的水池中 他站在水池边 跟落汤鸡一样 指着鲤鱼崩溃大骂 一转身 我正从屋中出来 和他对视 陈瑶尖叫了一声 指着我怒怒骂 你故意看我笑话是不是 陈渊 我去告诉娘亲你欺负我 凭瑞他一说告诉娘亲 我总会妥协 这次我抱着手臂 靠在门前 笑音引道 去吧 左右不是我房子他了 也不是我被受服嫌弃 陈瑶尖叫着向我冲过来 我并非打不过他 只是不忍母亲难过 才处处让着他 现在我不想让了 我冷下脸 抬起手还未碰到陈瑶 一道黑影从我身侧飞出 直接把陈瑶扑倒在地 黑狼 我愣住了 随着一声声滴吼 黑狼镜锁住了陈瑶的咽喉 这回陈瑶别说尖叫了 就连发声也做不到 瑶儿 我的瑶儿 母亲这是赶到 还不赶紧让她松开 你诚心害死你妹妹是不是 看她急切的模样 即便我不期盼母爱 可心中还是冷得发疼 我刚刚就感觉到她的气息了 若是方才被打的不是陈瑶 而是我 想必她会躲到陈瑶撒气后才出来 然后再劝我要大肚 娘 黑狼有分寸 这不过是姐妹之间玩闹 您不用放在心上 我垂着眸 把她往日劝我的话说了出来 母亲抬手冲我打来 我灵活地躲了过去 娘 你敢动一下 我马上让黑狼咬死她 我盯着母亲 她终究畏缩了 她怕陈瑶出事 我止不住冷笑一声 明明两个都是女儿 在她心里 却有了轻重 娘 我可以让黑狼放开 但你要保证不会怪罪黑狼 不得报复 若是黑狼遭遇任何不测 都是您做的 我说到 母亲脸都气白了 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 你现在 是在跟我这个当娘的药口供 我苦笑一下 我也不想 可您平日骗着妹妹 今日也是妹妹先动手 您问都不问 上来就先打我 愿而随您如何欺负 可黑狼是我受夫 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受连累 我委屈厌苦的模样 不是做给母亲看的 陈瑶闹得动静不小 这会儿门众都站在旁边 议论纷纷 今日无论母亲应不应我 都要在门众心中 落下偏思的印象 听着门众议论 母亲到底是应了我 黑狼松口 慢慢走回到我身前 一双眼睛警惕地盯着母亲 小心护着我 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 让她不用紧张 母亲这回顾不上我 林丹不要前世地往陈瑶嘴里倒 陈瑶悠悠醒过来 指着我 见人 等李渔变成了警李 我要你好看 你等着 我的李渔一定会变成警李 到时候我就让他弄死你 我唇角一勾 拭目以待 还真以为李渔变成警李是好运 我没义务提醒他 就让他抱着他的警李梦 死去吧 那日的事 我问过黑狼 他就不怕母亲疑狠心 直接把他杀了 黑狼却跟我说 保护不了自己的娘子 他活着也是耻辱 还不如死了 我把他扑倒在床上 让他多喊几声娘子 他却不干了 一晃身 又化成黑狼 我摸得更畅快了 有了上次陈瑶的直接维护 李渔同他关系缓和了不少 一转三月 门内都传言 二小姐虽然蛮横 但对寿夫实在是好 无数领保镖钱一样 堆在李渔身上 我调笑着问黑狼 羡不羡慕 黑狼把我捐在怀内 恶狠狠地压住 陈渊 你当我是地主家傻儿子 光有领保 没有机缘 那李渔顶多是个 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我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反手还住他 轻声道 那怎么知道 你不是营样辣枪头 很快 我就笑不出来了 黑狼真的狼 我的腰是真的痛 又隔几日 母亲突然叫我到他屋中 这次我随身携带了短刃 黑狼看在眼里 用他的大黑脑袋拱了拱我 陪我一同进了屋中 陈瑶趴在母亲怀里 看着我眼中带笑 每次他想抢我东西 都是这般模样 我站住脚步 他上下打亮着我同黑狼 我看姐姐这个寿夫 也不怎么样吗 不如把零食给我的鲤鱼 他到底还是打上了 我奋力的主意 不给 我冷声说道 陈瑶吃笑一声 转头对着母亲撒娇撒耻 母亲哄着他 冷脸看着我 你妹妹说的对 你们是姐妹 鲤鱼一族需要教养 你把零食分给你妹妹 不给 我声音依旧冷峻 母亲 你不用帮着妹妹苛责我 您是做娘的 总不会为了一个女儿 让另一个女儿饿死吧 我深深看了他一眼 带着黑狼转身离开 母亲呆愣在原地 似乎这么多年他做过的事 他的那些偏心 被我抖在阳光下 连他自己也被震住 那日之后 母亲没再找过我 但发到我手中的阅历越来越少 直到宗门内 有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我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我去找母亲 你带那些门众 随后过去 我摸着黑狼厚实的皮毛 他一抖毛发 又变成了人的模样 捉着我的手 放在他八块腹肌的肚子上 听说你喜欢摸这样的 手下触感温润 我实在没忍住 狠狠摸了两把 在黑狼反应过来之前 夺窗而出 放下窗户 我收敛神色 进入母亲屋中 如今鲤鱼已经化形为少年模样 鲤鱼一族向来以美貌著称 如今也不例外 陈瑶正同母亲 说着鲤鱼的容貌和灵性 我一进屋中 谈话声戛然而止 母亲和陈瑶同时看向我 连不渝的表情都一模一样 我只当作没看见 母亲 门中给的阅历越来越少 是单客扣了我的 还是所有门中的都扣了 我直直盯着母亲 自然是都扣了 怎么别人不找事 就你找事 陈瑶嘴快 母亲想拦都没拦住 他这一声 正被黑狼带来的门中听见 那些门中当即变了脸色 我说怎么阅历越来越少 怪不得这些日子 总觉得不够用 原来是被扣了呀 也没听说宗门有动荡 会不会是扣下来 给二小姐养兽夫了 陈瑶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门中过来 当即急红了眼 你故意陷害我是不是 话是你自己说的 我在你脖子上架刀逼你了 我冷眼看着他 前世他便时不时扣押门中的阅历 只是没人起头 也就过去了 如今不一样 他亲口承认下来 想不认也不成 瑶二 母亲拦住了还想说话的陈瑶 当着这么多门中的面 陈瑶说出口的话 他只得硬着头皮硬下来 母亲 竟然是全都扣了 日后我的阅历零食 就都分下去给门中众人 我只拿做任务的零食就好 我说道 不行 母亲脱口而出 没了我那些零食 他拿什么补贴给陈瑶 门中震惊地看着母亲 别说是一门之主 就是寻常小户 也不会要孩子做任务的零食 门中看母亲和陈瑶的神色 越发不善 这么一个花费无度 偏思自持的门主 实在难以让门中臣服 母亲自然知道这一点 可他舍不得我这个摇钱鼠 我爱爱地垂下眉头 叹了口气 母亲既然如此 那我就如同妹妹一样 什么都不干了 左右宗门不缺我一口吃的 实在不行 不过宗门散了 各谋出路 听着我的话 母亲急了 不行 你跟你妹妹能一样吗 我七七一笑打断了母亲的话 以前不一样 可现在我活都活不下去了 还要脸干什么 左右妹妹说过 她的鲤鱼厉害 那以后便让鲤鱼出去撑门面 大小姐不行啊 门中扑落落跪了一地 他们之前对二小姐的奢迷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有大小姐顶着 如今他们把大小姐逼得不干了 那宗门真的快要完了 当自己的利益被削减 所有人怒了 面对着门中吃人的目光 陈瑶眼睛都红了 她的鲤鱼日后一定会变成井里 这些人为什么就不信 早晚有一日 等到她鲤鱼化井 她要让今日所有人都后悔 不要就不要 娘 把他们赶出去 等我的鲤鱼化井 我要把他们全部逐出宗门 陈瑶受不住门中的目光 又堵定了鲤鱼定然会化身井里 拉着母亲愤愤出声 母亲最看不得她受委屈 再加上她笃定的模样 只能点头同意了 那些门中出来时 都嘲笑陈瑶疯了 鲤鱼化井是有 可千百万众中 都不见得能出来一个 我也想知道 陈瑶发现鲤鱼并不是因为好运 化为锦里时 会有什么反应 对比起门中对陈瑶的嘲笑 我和黑狼离开宗门时 门中都依依不舍 只是母亲没有来 还传了话让我自己反省 她以为她的冷落会让我难过 上一世的我的确难过了 可这一世 我看着万千门中 心中只有雀跃 那一点点偏思的爱 和门主之位比起来 真的微不足道 带着黑狼 我一头扎进了前世 获得机缘的森林 这次有黑狼在左右 又没有白眼于拖后腿 比上一世顺利的多 从森林出来 沿途听见了不少 关于陈瑶的传闻 都说陈瑶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能知晓未来 我听着乐了出来 她当然能知晓未来 因为她是重生回来了的 坐在我面前的黑狼 已经褪去了少年的青涩 棱角分明的脸上满是肃杀 只有看向我时 才会流露出温情 笑什么 黑狼贴心的把酒碗填满 我借着酒意 挑起他的下额 你后不后悔 若当天跟了天才 如今你才想服了呢 是吗 黑狼谋色微闪 有力的手臂 按在我腰间摸了摸 我不笑了 黑狼太狼了 回到森门那日 陈瑶带着鲤鱼 众星捧月般站在大殿 门众也纷纷围着她 母亲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转头看向陈瑶的目光 满是骄傲 所有人都把我排斥在外 黑狼站在我身前 像每次一样 他想挡住所有冲向我的伤害 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 我轻轻拍了拍黑狼的肩膀 没事 你也去吧 今天也是他进阶的日子 法阵内 在所有人的期待下 鱼身上闪了闪光 然而也只是闪了闪光 依旧维持着原本模样 并没有进阶成锦里的趋势 连那些满怀期待的门众 也逐渐开始质疑 不可能 不可能失败的 陈瑶小声嘀咕着 成功了 人群中忽然一声欢呼 陈瑶惊喜地抬头看去 我就知道鲤鱼是好运鲤 一定会成功的 随着他惊喜的目光 鲤鱼身上的领宝 逐渐黯淡下去 反而在角落里 冲起一阵烈烈吃光 成功了 是黑狼成功了